影片内容请参考时间目录哦 游戏一开始有十种职业可以选择 你高兴选什么都可以 因为等级练满后全属性都会加到99 那时就没有职业的区别 但如果你是轻度玩家 不想在游戏初期被虐成狗的话 我建议你用法师 一物选择黄金种子 这样棋手会非常轻松 另外你不用担心配点点错或职业完了之后后悔 当你游戏进度到打完女王后 会开放配点重置功能 只要花费一个类低幼体 就可以把配点还原到角色最初状态 所以就算是法师棋手 中后期想当力量猛男也是可以的 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 游戏的战绩伤害最主要是来自武器的强化等级 比方说破关时获得的农怪神剑 在没有强化的情况下 伤害跟垃圾一样 但强化到加实后 就算我配点只达到使用该武器的必要能力值 但伤害就有毁天灭地的成长 达到一刀灰出去怪物死全家的恐怖程度 所以简单来说 在等级还不够高的情况下 你的角色配点基本上只要达到符合该武器的需要条件就好 相反的 你如果屁股不够大还硬要去追求极端出出配点 其实伤害成长幅度并没有很高 但短短的血条会让你出门死到生活无法自理 总结 一周目要玩到破关的配点方向建议是 不管什么职业都最好在后期把生命力点到40 集中力或耐力看你日常需求 至于力气、灵巧、智力、信仰、感应 建议点到能使用你想用的技能或装备即可 不需要急着去撑很高 接下来就以法师为主角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 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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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在我们家 在我们的王的王的王 王的王的王 现在 现在, Queen Marika the Eternal 没有找到哪里 而在黑暗的黑暗 Godwin the Golden 是第一次死去 快速, Marika's offspring Demigods all claimed the shards of the Elden Ring the mad taint of their newfound strength triggered the shattering a war from which no lord arose a war leading to abandonment by the greater will oh rise now ye tarnished ye dead who yet live the call of long lost grace speaks to us all oralu Chieftain of the Badlands the ever-brilliant Goldmask Fear the deathbed companion the lords of DungEater and Sir Gideon of Mere the all knowing man and one other who may be and one other who may be whom grace would again bless a tarnished of no renown cross the fog to the lands between to stand before the Elden Ring and become the Elden Lord 看完動畫後,地上東西剪一剪 然後過橋讓怪物砍死你 一切,一切,一切,走 一切,一切,走 一切,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建议跳进洞里学习基本操作技巧 再次浮点可以消耗黄金种子来增加圣杯的最大屏数 然后也可以调整蓝屏跟红屏的持有比例 基本操作技巧以前影片教过了 这里就不啰嗦 虽然我们玩的是法师 但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只能远距离放魔法 相反的 能够依照不同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战斗方式 玩起来会更加有趣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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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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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往北到石碑图式的位置可以捡到地图碎片 捡到地图后往左边跑就会看到船点 坐下来会遇到梅琳娜说要当你的女人 还送你一只不像马的马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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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从《BeyondTheFog》 我叫Melina I offer you an accord Have you heard of the finger maidens They serve the two fingers Offering guidance But you I am afraid I can play the role of maiden Turning runes into strength To aid you in your search for the elf You need only take me with you To the foot of the erd tree Then it's settled Summon me by grace Ah And I bequeath to you this Use it It will summon a spectorant Has chosen Treat him with respect 拿到灵马少敌后 建议把它设定到快捷键上使用 然后传送到艾雷教堂 正常会遇到魔女 不正常就自己想办法 她会送你召唤灵根离取野狼的骨灰 And the witch Renna I'd heard tell of a tarnished hurtling And upon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Talk I surmise Thou art possessed of the power No To call forth the spectra Ah As I had hoped I was instructed by Torrent's former master Tis a bell for calling forth Summon them with it The spirits will obey thine command But brief now it is thine 建议把骨灰放到快捷键上 然后注意左边的传送门图示 只要有这个图示在的区域就可以使用骨灰 相反的 没有这个图示的区域就不能使用骨灰 传点前面我设置光标的地方有一个地下室 进去之后会获得底石小刀 然后顺便到附近开下一个传点 接下来到传点右下方拿战灰 决心 再传点将这个战灰安装在短剑上 然后右手拿短剑 左手拿法杖 这样才不会卡到战绩的施放 先测试 魔法射一下伤害142 再测试 先施放战绩 决心 然后魔法射一下伤害变成228 等于提升了60%的伤害 所以这东西很厉害 有空记得减 接下来到玛丽卡第三教堂捡东西 从传点往右下过桥 再往右侧跑一段路 然后先往石碑捡地壶 再往上跑就到了 这边可以捡到灵药平根圣碑入地 灵药有多种效果可以自己调配 但只能使用一次 用完要回到传点休息后才能再用 圣杯露迪可以强化回血跟回蓝的效果 然后梅琳娜会来找你聊天 讲玛丽卡女王以前的事 拥有多大的声音 spoken echoes linger here words of Queen Marika who vanished long ago if you wish I will share them with you very well in Marika's own words my lord and thy warriors I with thine eyes dimmed ye will be driven ye will wage war in a land 玛丽卡第三教堂上方的水池有个传送门 传送后先进铁门开传点 然后门口正前方的路上有黄金种子 之后顺便开传点 在这边开传点很容易触发梅琳娜约你去圆桌厅堂的世界 到圆桌后就请随意乱逛跟大家聊聊天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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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我认识你 我认识。 幕门要用识件钥匙才能打开 初期建议别浪费钱开 恩菲亚睡觉很重要,有神圣的意义 你很温暖 你感觉在你中的灰燃热,虽然是一件滑滑的东西,我会带你在我的手 死后很容易额外喷筋 但只要把它给你的床帘恩泽吃掉,身体很快就正常了 打开大地图,最左下就是圆桌厅堂,你离开后随时可以回来 然后回去法姆大桥 接下来要去传说中的滚铁球炼弓点 从船点过桥会看到一只龙挡路,从边边骑快点冲过去 过桥后往左边走就会发现传点了 到传点后建议你玩十次滚铁球 以前影片交货了,现在示范简易版 铁球会在你移动到定点时出现,引他摔死就可以赚1952经验 然后传送回去或走回去重来都可以 之后把智力点到18,力气14,生命力15,让自己看起来体面点 然后把时间调整成晚上 接下来教你干一票大的,保证赚到爽歪歪 天黑之后附近桥上会出现一只超强的黑夜起冰 先摸他屁股然后往回跑 右转跳到边边躲在角落引他来弹你 如果没有过来就出去再勾引他一次 等他过来后赶快跑回去站定点用双手举盾挡住他攻击 运气好,他就会摔死,运气不好,多挡两刀可能就换你死 成功后他会喷4.2万经验给你 还会送你跑酷最好用的战灰,猎犬步伐 有这4万块就可以把灵桥点到15,生命力20 接下来我们要到漂流墓地,就是我们一开始经过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雾门嘛,用两个十件钥匙打开 两个哦 然后底下里面有一个不错的护斧可以解 这边就直接跳下去 那因为我身上穿很少,所以抗性很低 一定会中毒 是无可避免的 然后在这边等一下,因为有一个战车会过来 稍微离他里面,因为他有内轮差 然后跟着他跑下去之后 注意右边,这边是第一个空格 然后前面还有第二个空格 这边第二个空格,进来躲掉 然后再往下跑 跑到第三个空格,右转 直直跳下去 然后赶快往下跑 快哦 好快一点哦 跑到这边之后 往左边跳下去 好,然后躲下去 再来 呃,双持盾牌 因为前面有 再往前跑 这边有一只石像鬼 小心躲开他 然后准备看到那个火的时候 你要脱一下 不然直接死掉 稍微退下来 然后换双持武器 双持武器 双持武器 这样感觉比较快 好像有快一点 那走到 往前直直走到这边的时候 稍微等一下 因为上面会有一个 怪人跳下来 然后在这边 双持武器 这样就捡到护肤 然后就可以死掉了 每次看到他都死掉了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但是 今天就先打这边就好了 先捡到东西就好了 这个护肤就是 黄金树的恩惠 它可以加你HP跟精力 还有装备重量上限 就装备上去吧 温铁球的船点旁有一座法师塔 塔旁边的气流可以跳到屋顶上 然后下马跳进阳台 在搭电梯上顶楼就可以偷到记忆时 接下来到驿站接一记拜师 进入一记的地下室后 会有一只南瓜头士兵 召唤狼群帮忙砍 很精通就可以打死他 打完之后开门 老师就在里面 好 从驿站接往下走到这边 这里 可以找到那个王室卷軸 很好找 然后这边小怪 看要不要清水电 王室卷軸 把王室卷軸交给老师之后 就可以学习新的魔法 这个 推荐元阵 要致力22 接下来从驿站接地下室 出发往左到这个 龙席废墟 然后大概这个位置 前面有一个很多人 在跑来跑去的地方 这边有个小洞 我进去 里面这个门打开 因为我刚才开门的时候 被老鼠卡门 死掉了 打开之后就有一个 会送你到一个 很远的地方 他进来这边之后 宝箱自己开 出去之后右转 右转右转 赶快 赶快跑 走进来亮亮这里 前面就有传点 开地图 开地图 就跑 一路往下跑 照着自己设定的指标 往这个方向 比赖 可促 我忘记骑马 齁 呵呵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古拜野狗的骨灰順路撿一下 這邊快傳點 色莉亞鎮這邊可以順路拿一個黃金種子 就傳點走樓梯上 左轉 一路衝很好找 再上樓梯 這樣這邊就到了 接下來我們從色莉亞鎮一樣繼續往下跑 但是這邊先走樓梯 不喜歡走這裡 走這邊然後往下方跑 其實路上到處都可以撿到一些好東西 有興趣慢慢撿 不撿也可以啦 因為以後還會再來 大概到這邊的時候就會看到那個地圖 這樣地圖就打開了 然後大概在這邊 這個位置有傳點 我們先去開傳點 剛才路上錯了 找到了 在這前面 然後我們從愛奧尼亞沼澤這邊 有一個結晶 大概在這邊有一個黃金種子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鳥嗎 等一下喔 從鳥的旁邊繞下去 我發現 這樣接晶入地 這樣接晶入地 然後再來去找黃金種子 應該是很容易看到 在附近 封結晶路低的作用就是一定時間內強化翻滾的迴避能力 你可以在調配靈藥這邊 把它跟藍格放在一起 然後建議你順著路 把這些傳點都打開 那接下來從這邊出發 我們這邊有 隕石杖 一套衣服 然後還有岩石球 這三個東西順路把它拿到 剛好從這邊走過去應該算最舒服的路線 第一個隕石杖 好 隕石杖入手了 然後再來一次拿那個 這應該是一套裝備吧 看一下喔 在這裡 然後再來一次拿這個 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有一個洞 好 這樣岩石球也到手了 然後從驛站街往下跑 這邊有一個傳點 再順著路過來 過來這邊 等一下這邊也有一個傳點 然後這邊會有地圖 有空自己去撿 那在這個傳點附近 有一個氣流 然後看著氣流 就往上面那個塔的方向跳 這樣就可以得到 大烏龜盾 它需要力氣14才能拿 然後接下來從這個傳點出發 到這邊有一個黃金種子 然後這邊也有個傳點 我們就順路跑一下 撿到黃金種子之後 往前直直衝就是傳點 進來這邊就是傳點 那這邊有一系列的任務 即時點是在我們之前經過的路上 會遇到一個小女孩 那明天再開始做 下一集再開始做 這邊從摩恩城的城牆前方傳點出發 要來去這個魔法斯塔 那在前面有一個跳台嘛 跳起來 就會看到這個魔法斯塔了 然後要解開封印之後才能上去拿 記憶石 所以先跟這個雕像說話 找出三隻瑞姿生物 第一隻躲在草叉 然後第二隻回頭看 在這邊 在這邊 那第三隻在 這邊的水池裡 觀察水池一下 好有冒泡 跳一下 跳一下 欸? 跳一下 這樣封印就解開了 這邊就獲得一個記憶石 這邊就獲得一個記憶石 從城牆前方的傳點這樣繞一圈走上來 可以到這個卡爾西里教堂 到教堂的時候要注意 這邊很多老鼠 然後這邊撿到小道的天國 有聖杯魯迪 然後一樣從城牆前方這樣走 這條路 左邊有一個傳點 然後再順著路一直走上來 這邊就有一個群禮教堂 然後這邊也能撿到一個聖杯魯迪 那再來從這個群禮教堂往下面走 這邊會有個馬力卡蒂斯教堂 然後這邊又能再撿到一個聖杯魯迪 再來你接著往下走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隱居商人的破屋 因為這裡可以跟這個商人買到那個 這個攜帶照明燈 帶1800來買 然後他也有賣十禁鑰匙三個 而且很便宜 還有十禮在入圍 還有十禮在入圍 沖縱 超級申請 我會被拍到一個隱居 然後這邊會不會有一個隱居